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这是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要经历的 但是在娱乐圈中明星结婚的反倒是迟了些 有的人三四十岁了 但是依旧还没有 想要出嫁的意思 但是也有的明星虽然是嫁了 但是却并不是过得那么幸福 相信大家对于张亮颖都很熟悉了 当年张亮颖因为参加了超级女生而出道 并且通过这个选秀节目走红 虽然说张亮颖是通过选秀节目走红的 但是她的事业发展 而还不错 跟其他从选秀节目出来的女星要更红一些 自从走红后 张亮颖在娱乐圈中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想唐嫣和杨幂 可以说得上都是闺蜜一般的感情了 虽然张亮颖的事业有所成就 但是在感情方面却显得让人有 些唏嘘 让人更是摸不透张亮颖为何对冯科如此的执着 在2016年的时候 张亮颖在演唱会中主动对男友求婚 在一起实在太久了 而张亮颖想要一个名分 所以才用了这一招 逼婚的方法 当时张亮颖在跟冯科在一起之后才知道原来冯科已经结婚了 还有了一个儿子 但是却一直不肯放手 甘愿当一个小三 在张亮颖跟冯科结婚的时候 张亮颖的妈妈可是极力反对的 而 其两人在举办婚礼的时候 张亮颖的妈妈也没有到现场去祝福 虽然冯科曾跟张亮颖说过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将会归于张亮颖 在名下 对于这件事 张亮颖妈妈很明显地表示不相信 两人在结婚后 冯科的财产也并没有交给张亮颖 而且两人也没有任何的公开互动 就连生日都没有老公赔 在身边 更别说受到什么礼物了 可见如今的张亮颖不仅被骗色 估计张亮颖的财产也都在冯科的手上吧 都说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所以导致了张亮颖不顾冯科比自己大18岁的事实吗 而且两人如今都是各自忙着各自的事业 甚至经常被媒体拍到两人在一起吵架的照片 还有媒体爆料说张亮颖常常深夜独自回家的场景 不管怎么说 自己选的路 就算不满了荆棘海 是要走的 只能说祝福张亮颖越过越好了